美国新一轮冬季风暴来袭 2月23日清晨 已逾6000万人处于折波延东天气警报范围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估 从22日至24日 北达克塔、南达克塔、内布拉斯加、明尼苏达、爱荷华、威斯康辛等州 面临狂风暴雪的恶劣天后 南加州更发布了34年来首起暴风雪警报 从23日持续至26日 此轮风暴令空路交通均受影响 22日全美1700多个航班取消 逾7000班延误 截至美东时间23日上午10时 全美当天取消的航班已达800班 另于1300班延误 路上交通状况更多 从亚利桑那州到怀俄明州均有车辆受困 大雪更至南加州内陆帝国 20辆车连环相撞 而这波暴风雪天气 让美国西部与北部许多学校与公司航号关闭三天 就连明尼苏达州议会也停意 魁北克省省长乐格 今日给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写信 要求联邦政府把所有越过加美边境 进入该省的偷渡者都转送到其他省份 因为魁省的政府服务部门和社区组织 都已经不堪重负 横跨加美边境 连接魁北克省和美国纽约州的洛克萨姆小路 是偷渡者进入加拿大的重要通道之一 乐格说去年一年有39,000多人 从这条小路进入魁北克省 另外还有2万难民申请人 通过正常途径抵达 魁北克省没有能力安置这么多人 难民和边界都属于联邦政府的管辖范围 乐格因此要求联邦政府报销魁省 在过去两年中安置难民的费用 并和美国重新就安全第三国协议进行谈判 该协议协定 进入加拿大或美国的难民申请人 必须就地提出申请 如果被拒不得转到另一国重新申请 但是根据联合国和加拿大的有关法规 偷渡者一旦踏上加拿大国土 就不得拒绝审理其难民申请 因此导致越来越多的人偷越加美边境 魁北克省证实非法越境寻求庇护者 已经被送往其他省份后 勒格呼吁总理特鲁多不要再鼓励难民前往加拿大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满一年之际 2月23日联合国大会在纽约举行 一年来俄罗斯不断阻止联合国安理会达成一致 并利用一票否决权进行阻挠 而如今联合国大会决议要求俄罗斯撤军 此外 联合国大会今天举行特别会议 基辅及其盟友盼能在会议中获得广泛支持 通过一项实现公正持久的和平动议 约有60个国家共同提出这项动议草案 强调 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原则 尽快在乌克兰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这项动议重申联合国对乌克兰主权 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承诺 呼吁俄罗斯停止敌对行动 立即完全且无条件地从乌克兰领土上撤军 中国电商京东计划在3月初 推出100亿元人民币的补贴活动 正式向拼多多开战 一份内部PPT显示 京东百亿补贴上限节奏为 在2月24日完成竞价系统上限 在2月28日全方位开启提报 审核通过商品陆续上限 3月初前台切量100%正式上限 知情人士透露 京东此次的百亿补贴方案将覆盖全品类 而且自营和泡物商家都将参与拼多多商品比价 只要商品池内的产品价格高于外部平台 就实行赔付 拼多多于2019年年中的618首次启动了百亿补贴计划 帮助其巩固了在中国中小城市的地位 消息一出 京东拼多多股价双崩 此外 字节跳动旗下的抖音APP 要进军外卖的消息持续发酵 知情人士透露 抖音将于3月1日上限全国外卖服务 目前已在北上广3D进行内测 抖音表示并不是外卖业务 而是团购配送业务 目前还在试运营阶段 也没有明确的计划时间安排 但至于说抖音进军外卖 会对美团鄂勒马构成威胁 市场关注此举 是否会颠覆外卖行业的格局